嗨 我是小麦 今天介绍一个男子想结婚 全程的女性都会一用而上 想成为他妻子的故事 单身汉 男主小帅已经脑大不小 身边的好朋友也是接二连三地完成的终生大事 但是身为不婚主义的他 并没有把婚姻当成一回事 虽然是不婚主义 但这并不影响他谈过不少段恋爱 就在这天 他的爷爷立下了遗嘱 为他留下了十亿美金的财产 但是想拿到这笔钱并不容易 小帅必须在三十岁之前结婚 要与妻子维持十年以上的婚姻生活 并且不能分床 还要在五年之内生育孩子 否则这笔遗产一分钱也别想拿到 小帅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压力那是大的不行 因为距离他三十岁 只剩下不到二十四个小时 好在他现在有一个谈了三年的对象 他不得不赶紧行动去向女友安妮求婚 只不过他们昨天吵了一架 可能暂时的关系有点尴尬 积极的小胖管不了那么多了 命令小帅赶紧去换身打扮联系安妮 随后就拉着他上了家常逃车 去了求婚现场 还准备了一辆直升飞机 等安妮来后 小帅立马就单气跪地 直接向安妮求婚 安妮直接杀掉 这让他感到非常的不安 拒绝小帅后便离开了现场 上了直升机 表示自己要出去旅游一趟散散心 小帅知道即使眼下被安妮拒绝了 也不能阻止他前进的脚步 正当他一筹莫展的时候 小胖想到了一个点子 他建议小帅去找他的前女友们 一个个的求婚试试 小胖虽然看起来有点像个铁憨憨 没想到搜主意还挺多 小帅拿出了一本相册 这里面是他所有前任女友的照片 他决定按照顺序去找他们一个个的聊 没想到的是求婚之路也是一路坎坷呀 这些女友们要么是觉得小帅人不靠谱 要么就是觉得他的钱不靠谱 总有各种理由拒绝小帅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愿意和他结婚的吧 又只想评分他即将拿到的遗产 一说到明天就要结婚 他又纠结了 念叨者只要能给钱就行 就在进行结婚仪式的时候 女的又提出要求 两人不能住一起 小帅想到爷爷的规定就不乐意 必须住一起才能给钱 不然免谈 女的又犹豫了 并打断了神父 但是一想到十亿美元 他又说服了自己 为了这么多钱 住一起也没什么 反正也就几年而已 回到仪式上 小帅确切地告诉他说 是十年才能拿到遗产 这下他又顶不住了 再次打断神父 嘴里念叨着十亿十亿 回到仪式上 后面的老大爷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必须在五年内生儿育女 这下女的顶不住了 直接开溜 小帅的婚礼已失败告终 此时的小帅非常迷茫 完全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 再过几个小时就要到三十岁了 小胖凝迹一动又有了新垫子 他让小帅去教堂带着 关于新娘的事情他来处理 随后神父和小帅一同全行 在去教堂的路上 神父告诉小帅 结婚是一件人生大事 千万不能为了结婚而结婚 在岁月流失时 有人能与你共同老去 却仍然了解你心里所想 这是一件再美再浪漫不过的事情了 小帅似乎感受到了这份温馨 脑海中也似乎想清楚了什么 他来到教堂想要午睡休息一下 等他醒来后就被吓尿了 身边坐了一群新娘围着他 都要抢着做他的新娘 原来是小胖高得贵 小胖在报纸上刊登了小帅的消息 全程这么多姑娘看到十亿美元 眼睛都直了 一个个就赶紧穿上婚纱来到教堂 眼看着这么多姑娘愿意嫁给自己 小帅都不知道要挑谁了 就在这个时候 小胖冲到台上说了一句 小帅是假的 并没有钱 这句话一说出口 新娘们又纷纷逃出了教堂 小帅这下生气了 他觉得马上到手的衣衬要被小胖搅黄了 小胖却告诉他 安妮根本就没有去旅游 他一直在火车站犹豫没有离开 他觉得小帅一点诚意都没有 就像是为了完成任务一样 小帅知道机会来了 连忙冲到火车站去找安妮 他找到安妮后 发现安妮并不开心 他看到了座位下的报纸 于是赶紧向安妮解释 并诉说了自己真实的想法 最后带着诚意再次向安妮求婚 他表示想要和安妮共度余生 陪着他一起慢慢变老 安妮这次终于答应了小帅的求婚 因为他想要的就是一辈子 他换上婚纱 准备在最后的时间里 陪小帅完成婚礼 没想到的是回到城里后 依然有成群结队的新娘 要找小帅结婚 把小帅追得满城市的跑 场面那是一个壮观 小帅无奈之下 带着安妮爬到了一栋楼孔的高处 他在众人面前向新娘表白 向大家讲述了他们这三年之间的坎坷和不易 深情告白赢得了众人的掌声 最终在这么多新娘面前 完成了这一次独特的婚礼 钱或许很重要 但是真情一定比钱更值钱 也祝所有人幸福 我们下次再见哟